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香港建造业工艺测试中心呈献 铺地板工 木地板 中工测试功略 主任导师系 周鉴波师傅 建造业议会为建造业界提供工艺测试服务 测试共设立两种技能级别 分别是技能测试 热清大工 和中级工艺测试 热清中工 以提高技术工人的晋升机会 测试模式涵盖布市及受务市两个部分 以确保技术工人的安全知识 以及工艺技术达至标准水平 平核内容经不同渠道 咨询业内人士 确保平核内容公平 公正 并符合热内要求 中工测试增设布市 实施工仲包括 土木及建筑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及建造业基电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布市时间为30分钟 共10条选择题 中工测试范围包括 理解施工章程规格 建筑图质 大仰图纸及图表 行业法例知识 安全及个人防护装备知识 工艺技术知识 工具及设备使用知识 与本行业有关的条例首则 及施工规范 以及职业道德 实务市平衡方面 平衡范围包括 理解图质及施工章程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程序 准确度 品质及速度 材料的应用及处理 正确使用工具及设备 执行安全措施及员工后的清理工作 工艺测试项目当中包括 123项土木及建筑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其中大工测试占76项 中工测试占47项 另外 测试项目亦包括 27项建造业基电工程技术功能技能测试 其中大工测试占15项 中工测试占12项 我们一起看看中工的申请资格 申请者需要集齐以下三个元素 才可以申请中工测试 第一 申请者需为香港居民 第二 申请者需持有有效平安卡或同等证明 第三 申请者需要有两年或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证明衰为 雇主证明文件 或民政事务署宣誓记录 或又认可工会之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签署的指定表格 而表格可于网页下载 如果申请者是没有两年或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工友 可透过完成下列机构开办的相关工种认可计划 或课程函接申请中工测试 包括建造业议会 香港建造学院 或其他认可课程或机构 又或课程相关工种之学徒训练合约 例如 建造业议会 或 职业训练局学徒训练合约 之后我们一起看看实务市的注意事项 考生认考前记得注意以下事项 1. 施工前 考生需参与试题中的认考需之 及遵守各项的测试规则以及要求 2. 考生需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取得合格 工艺技术平衡取得合格 100分为满分 最少获得60分 及没有严重技术及施工缺失为合格 安全平衡取得合格 10分为满分 6分为合格 及于限时内完成整个测试 3. 全部测试项目以100分为满分 以60分或以上为合格 之后交给主任导师讲解测试功能 铺地板工 木地板中工测试 实务测试限时3小时 1. 构造一幅1300 x 1500nm 无缝地板 包括铺设防水增底胶纸 9mm甲板及栗青纸 2. 构造一幅1122 x 1500nm 无缝地板 包括铺设防水增底增织棉布 和长脚线 市场设有样板供大家参考 4. 各小品lla 5. 今确实高 5. 净乎折瘴 5. 折瘟 6. retailer 6. voiture 6. grocery 6. spiritually 4. ché 這裏是邊角和邊位梳縫過多 這裏是腳線格角梳縫 多謝周鑑波主任導師為我們講解 考生常犯缺點 聽完師傅講解之後 到底測試之前還可以做些甚麼準備呢? 大家在事前準備的時候 除了收看現在這個攻略短片 還可以看其他測試提示短片 提示短片以生動有趣的表達方式 為大家講解考試提示 我們將有更多精彩的提示短片陸續登場 各位校生可以瀏覽香港建造業議會的YouTube頻道 收看工藝測試中心建造業測試特工的短片 另外也可以瀏覽建造業議會的網頁 然後按入工藝測試中心的大工測試 或中工測試 上面可以下載各科的模擬試題 這樣就可以在事前準備得更加充足 減少失手 想申請工藝測試的朋友 可以下載工藝測試通手機應用程式 方便考生申請工藝測試 形容程式內也上載了測試貼士短片 以及模擬試題 讓考生隨時隨地溫習試題 之後就介紹一下工藝測試服務中心的設備 工藝測試服務中心以考生為本 提供電腦化登記程序及電子筆試場地 而且亦都照顧到考生的需要 提供貼心的服務 包括儲物櫃及淋浴間 供考生存放個人物品 及於完成工藝測試後疏洗 舒適的用餐位置 供考生五線及休息 以及食品及飲品販賣機 想知道更多測試功能 請大家立即下載工藝測試通 及瀏覽考試貼士短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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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